股票技术分析是一种研究股票市场趋势和价格变化的方法 它基于股票市场中的技术指标和图表 试图预测股票价格的未来趋势 以下是一些常用的股票技术分析方法 K线图分析 K线图是一种用于展示股票价格变化的图表 它包含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和最低价等信息 通过分析K线图 可以了解股票的趋势和支撑位、阻力位等信息 移动平均线分析 移动平均线是通过计算一段时间内的股票价格平均值而得出的线性图表 通过观察移动平均线的变化 可以了解股票价格的趋势和可能的支撑位、阻力位等信息 MACD指标分析 MACD指标是一种用于展示股票价格变化的技术指标 它包含快速线、慢速线和柱状图等信息 通过分析MACD指标 可以了解股票价格的趋势和转折点等信息 RSI指标分析 RSI指标是一种用于衡量股票市场强度和超买超买程度的技术指标 通过观察RSI指标的变化 可以了解股票市场的情况和可能的转折点等信息 成交量分析 成交量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的股票交易量 通过观察成交量的变化 可以了解股票市场的活跃程度和趋势变化等信息 富林贷分析 富林贷是一种用于展示股票价格变化的技术指标 它通过计算股票价格的移动平均值和标准差而得出 通过观察富林贷的变化 可以了解股票价格的波动程度和可能的转折点等信息 均线分析 均线是一种用于展示股票价格变化的技术指标 它通过计算一定时间内的股票价格平均值而得出 通过观察均线的变化 可以了解股票价格的趋势和可能的转折点等信息 此外 股票技术分析也需要结合基本面分析 才能更全面地了解股票的价值和投资价值 基本面分析是一种研究公司财务和经济基本面的方法 通过分析公司的财务报表 行业发展趋势 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 评估公司的经济状况和发展前景 基本面分析主要关注公司的盈利能力 财务状况 市场地位和管理层面等因素 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股票的价值和投资价值 投资者可以结合股票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 评估股票的投资价值和风险 并制定合适的投资策略 例如 当股票技术分析显示股票处于上涨趋势 但基本面分析显示公司营收下滑 获利能力受到影响 投资者可以慎重考虑是否进行投资 总之股票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 都是评估股票价值和投资价值的方法 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投资目标 结合这两种方法进行股票投资